歡迎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下午的問答時間 如果你有股票問題想問,爭取時間打給我們 電話204-6566,電郭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阮智希 Harry 你好 事不宜遲,聽聽家寧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今次有謝小姐 你好 你好,兩位好 你好,你好 我想問,一大一六的390、一大零零 我之前都是在高位買的 但這次升了少許,我又沒有放到 現在又跌下來 應該是要交貨,現在交得了,還是等等 因為有信心承擇,這次捍成 Verkehr 多久,當時我找到興奮率的很多 由我非常想令人, продолжology 就想承擇一下 好,既然你想評分它,你計不計劃給我知,價格多少?一百零零幾千米? 十六十,十個半都有 十個半,那三九零呢? 三九零有七個多,有十個多都有 明白,看整個板塊,你稱為一帶一路 那不是太差 整個板塊已經是現鐵路股,除了炒一帶一路的大方向之外 其實也要看整個行業基本面和營運情況 那家庭觀眾倆都在捱緊 一百零零現時來講,做八個五毫九,跌超過百分之二 三九零中國中鐵,做五個九毫一,跌百分之一 那家庭觀眾就想再溝通,去到便能夠平手走人 其實做不做到?Harry,這時候怎樣部署? 一百零零,家庭觀眾都挺貼身穩 一帶一路的一百零零和三九零 但是我覺得一百零零至少,十個半都買 都見到的,之前都炒過,十個四 我覺得不如等多一陣 因為其實無論是一百零零也好,三九零也好 其實你看到鐵工機的股份,是多受惠於近幾段的基建項目 就叫做好一點,不過這幾天氣氛就會差一點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三九零原自於 其實連帶賣一百零零這樣說 差不多而已,大家的單都是 外面就是見到三九零有一張在委內稅單的單 就收不到錢了 大家如果你有留意新聞的話 委內稅單現在是沒有錢到怎樣? 沒有錢到要賣自己國家的石油給中國借錢 所以他收不到錢真的不出奇 所以這宗新聞的角度來說沒有什麼說的 但是大家都比較擔心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重新去考慮過 究竟是一一八零三九零和一八零零 因為外面的單其實現在的增長能力就靠海外 因為在內地其實你建的高鐵都建到七八八 所以究竟海外的單是否收到錢? 你先說一帶一路究竟販賣是怎樣 這個現在是最重要的 所以暫時你會見到股價比較弱一點 我擔心其實股價還有 譬如說5-20%的一個回落 所以到那時候你才撈貨 我都講的是撈貨 其實股份是一定有得夠的 因為就算你說有某些單是為了弱也好 佔它的佔比可能不夠一千分之一 即是其中一張單只有百多張單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看 你先捱一捱 我會覺得至少一百零零 上得到十個半個機會是有的 如果你說你想收貨的話 我看8元指停尾 這一陣子就是講它 三月份開始內地重啟一些基建 一直這樣抽上去 它會落落回來 大概8元左右你才撈貨 至於這390 我不看你上面那個 我看你7.5元那些 照看它負面消息會發酵 如果你就算撈貨 你看5.6元才撈貨 希望幫到你了 阿澤小姐 我們這個時候要看看電郵方面查詢 有位朋友姓劉 想問一下 就是六百八中海外 家庭觀眾已經有貨 24元買了 想問一下止洩位和目標價 想問一下股份前景是否轉差呢 其實內地方面 經常說一線城市 買樓的情況 依然都是比較好的 樓價方面依然都是高企 但是就是擔心有些政策上的風險 就是中央方面留意到這些嘲諷 可能會打壓一下 對於中海外方面買樓的情況 又或者收回來的利潤 又會否受到打擊呢 現時這一刻股價暫時偏遠 跌近百分之一做22.1 點部署好 我覺得內地的樓市 其實叫做刺熱 之前 跟著中央都會做一些所謂壓制的措施 它不會像烏鷹一樣一拍拍去拍死它 因為始終你都是跟經濟很有關係 但是近幾段時間 的確你見到樓價都升得很厲害 今早出的數據都會見到 所以在政策面上 向收緊那邊的方向會多些少 所以內房股 我相信其實中海外面關係 它都照樣埋樓 只不過那個聲勢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整體情況 我可只可以說 之前是刺熱 現在是沒有那麼好 不是代表差的走勢 所以如果你24元的貨 我覺得不如你等等 會慢慢地看它在打橫行 在低位上面一會 才能慢慢做上去 但現在是不要扣貨 因為其實不太多位 所以我覺得你不如等等 說完內房股之後 最後爭取時間看710晶電 家庭觀眾有看股份消息 提到股份 就比京東方面收購了的消息 看到特別股息方面 加上末期息 就會在6月10日除正 我想問一下 現時股價買入是否一個好選擇 應不應該長時間持有這隻股份 現時股價 升超過2% 做5.91 最近的比較多資金 我們留意晶電710 之前發行4億的新股 就比京東方科技 在深圳上市的股份 深圳編號是0007.25 交易完成之後 每股就會有1.35元的特別股息 將會在7月8日所排發 這個時候去到買 其實能不能夠收息 這個好因素去到買 Herry 我覺得可以 如果你看看 駁回到6.3這些位置 但是水位現在不多 今早答過家人觀眾類似的問題 他想著離開 我都叫大家不要走 這隻股份 會有些錢流入去收息 當然 你計算一下除淨後 可能沒有了 但是 形勢上 由於京東方 挺有誠意去收購這隻股份 他轉了很多次的作價 其實 中間還要是他自己放棄賣的特別息 所以 我覺得 整體對於股價會有些刺激 但是 我自己只是看6.3 所以 如果你買入價 你現在去買的話 大概一成都不到 所以 你想一想 這個直播空間究竟大不大 要衝破6.4這些之前的位置 我看比較難些 謝謝 謝謝Harry 詳盡分析 這次時間差不多 先跟大家跟進大使方面的最新表現 現時這一刻 大使依然向下300點 做近19,814點 國企指數向下123點 報8,300點 大使成交截止是1.50分 由387億多 和Harry做三部 看看股份有沒有哪隻字 沒有的 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